今日,美国一艘军舰,再次到咱们中国南海进行挑衅,但令美国人意外的是,这次他们的行为遭到我军有力回击,甚至一度被我军战舰贴身,双方距离只有41米,几乎差一点就发生撞击,结果美军军舰只得灰溜溜的撤出,当然,这吃了大亏的美军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这不,今天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不仅打扰一口,说咱们的解放军策扰美军的航行自由,更扬言美军会继续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在南海行驶航行自由。 可嫉妒粉丝的是,就在这位美国的二把手,对中国祭出国际法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席国家安全顾问却宣布,美国将退出一系列对美国不利的国际法条约。 事情的起因是,美国最近先后被巴勒斯坦和伊朗告上了联合国负责条件各国间争端的国际法庭。 其中伊朗指控美国对伊朗严厉的经济制裁,违反了两国于1955年,签署的美伊友好条约。 而巴勒斯坦则认为美国强行把其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从德黑兰班到巴伊两国存在冲突的盛程耶路撒冷的做法,已经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然而,面对这两起官司,天天对杂中国到达国际法和美国,非但没有遵照国际法的要求在联合国的国际法停机机应诉,甚至还要退出这些对其不利的国际法条约。 今天,美国白宫首席国家安全博尔顿就宣布,美国将退出一切会利美国被联合国国际把停管辖的国际条约,同时还将退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相关条款。 那么如此一来,即便伊朗和巴勒斯坦在联合国辛苦打赢了对美国的官司,美国也可以厚着脸皮不承认了,因为美国已经不再是相关国际法的缔约国, 当然,美国这种在国际法问题,让人录得出双标,甚至可以说是流氓一般的嘴脸,对于很多国际法专家来说,早已见怪不坏了。 实际上早在1985年到1986年的时候,美国就曾经因为武力干涉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的内政,被对方告上了国际把停。 可当国际把停决定受一次案后,美国竟直接退出了这个联合国的重要机构,并且至今仍然拒绝承认国际把停对美国的管辖权。 所以,就连美国媒体彭博社都在其报道中调侃说,美国政府今天做出的这一决定,更多是相定意义的,毕竟美国早就不再遵守国际把停的判决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中国在面对国际把的争议时,与美国却存在本质性的不同,比如在前两年的南海仲裁闹剧中,我们可没有像美国那样嚷嚷,只要退出什么国际公约,又是的是,当时日本媒体还曾就此造谣,但被外交部打脸。 按照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南海仲裁暗示了用联合国海研发公约程序,所以本身就已经违反一般国际法,同时还违反了南海各方行外宣言,和中非之间,达成了双边协议。 所以中国坚持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才是捍卫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权威。 不仅如此,中方当时还明确表示,菲律地找的那个,所谓的国际仲裁庭,对此案也没有管辖权,就连联合国官方账号也承认说,这个租住在联合国国际法庭办公楼里的仲裁庭,根本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这才是尊重国际法和案规则办事的正确方式。 讽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天天对我们中国扯国际法的美国,自己反而不是联合国国际海洋公约的缔约国,而且美国政府拒绝签署该国际公约的理由,还恰恰是这个国际公约,会耸害美国的主权。 最后,大概美国政府也听出他们自己如今对中国打国际把这张牌跟不住脚,只会暴露自己的虚伪。 所以,这个全球最大的流氓国家,似乎,还是打算对咱们中国来应的。 根据美国CNN今天的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筹划一项将在全世界展示其军事力量的大规模活动,好以此震慑中国并向其他国家展现美国会坚定遏制和反击中国的取心。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的军费不及美国三分之一,所以在军事力量,咱们中国肯定是比不过美国的了。 所以,我们只能在种菜上多下公布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